听说,本来在301协和医院的所谓的中央常委医疗部, 包括在玉泉山的紧急医疗部, 特别是玉泉山和中南海, 基本上把整个西山和玉泉山这地方都做成了 习太阳的检查治理的中心, 简称国家医疗安全中心。 但最近听说,习太阳到医疗安全中心去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了。 那说明他的身体已经不是在他的办公室他能料理的了。 心情不好啊,听说最近连胡春华这种窝囊费都给他叫板了, 连栗战书的最好的铁哥们也给他叫板了。 安排这个政协委员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个职务上, 你不让我进常委呗,都给我能复职吗? 大家不愿意。共产党是个黑帮, 黑帮为了争夺利益必然撕杀。 习已经两次干了,对台湾不是个好事。 因为这家伙疯狂至极,他会这种想象又要打台湾。 但是,说最近啊,对台湾的心情和冲动没那么大了。 他本人啊,要打台湾的股劲儿逐渐在缩小。 为什么呢?他的身体他感觉到是真不行了。 随时嗝屁。关键是打台湾,中国经济是撑不住。 所有人,他自己也明白,一打台湾,地方债垮了。 一打台湾,外资现在,血崩一样的撤资啊, 那会更加的,整个外资就归零了。 还有,更夸张的,他发现如果打台湾, 很有可能造成内乱,内战,那些不安分的, 曾庆红啊,孟建柱啊,江家朱家的这些人, 都是天天给他喊的万岁的人, 很有可能拎的家伙就上了。 就连他信任的北京,他也认为不安全。 天而愿付出一切, 必将公非消灭, 来生再见。 。 , 和 人 ,